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咱们一祝 现在西方也是进入了星期五 那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 好,我们有一天接近要回家 我们真的要准备好回家 时间是越来越近 而不是越来越疏远 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教会都等了两千年 当然时间是越来越近的 所以人家有些人讲说两千年啦 主耶稣没有来,不可能会来 这种的讲话都是魔鬼的 从魔鬼而来,而不是从神而来的 圣经讲的一清二楚 随时都会来 但是大家记得两千年是忙久的时间 保罗说 保罗也叫那时候的教会都要准备 随时主耶稣都会来 对不对 那时候都做了准备到今天了 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那要记得远远的感恩 永远的走正义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恩 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 就不可能到父哪里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存信存意存利 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那今天也谢谢弟弟华将来的灵命之良 也谢谢Kelvin弟兄 每一天把信息Upload在YouTube里头 那有英语有华语的 要记得我们神给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Perfect Trinity Blessing 一定要介绍给别人 亲戚朋友们周围的人 同事朋友或者是学生们 老师们好不好 记你的能力 好那大家讲到今天我们还是一样 应该是10月24号25号 也是我们之前看到很特别的意象 当时当然大家都知道很多数字 当时到现在可以讲说最特别的数字 有红色的20 有红色的里面写着24 有青色的25 狼色的26 还有导转的29 30 我想很特别 就是导转的29 30 那之前我们认为是Gregorian 就是杨历 当时现在知道是以色列人的智历 那C是什么呢 那C不是华人 C是讲到后面的25号26号27 28 29 30 就是讲到这个月里头有30天 以色列人的7月就是30天 好不好 好讲到这边 还有阿爸父做钱的10 10 那第一个10不动的就是10月 第二个10呢 就是10再加半个月过了 之前我们有看到14红色的很大字 也有亮光的银色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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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半个月过了15 所以10再加14 2 14 那10再加15半个月就是25 所以应该可以讲说是很确定的了 那昨天是17 昨天18好了 可以想象得到吗 昨天是88 18 8 还有87 17 8 就是我孙主的生日 就是胜利回家 胜利到家 那一天呢 17号就是开始给我们看到这个回家的两天 然后呢 昨天也就确定了 还有一个我就跟大家分享17号看到的一项 有没有看到在第一那边 so you can see 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能够看得到 什么所以你能够看得到呢 其实我很不想分享 但是我没有分享的话 心里又不平安 所以我就分享 那就是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不只是我们爱主耶稣 不只是我们爱我们的三弟 三位一体的三弟 不只是介绍了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不只是每一天让主耶稣的宝血洗尽我们的罪 不只是承认我们是罪人 而且 OK 那五点那一样的一天 五点十分的时候 我就听到一个男的 当然是圣灵的声音 是讲厦门话的 他讲你好心 就是路后心 他是讲厦门话 所以路后心 路后心就是你的心很善良 OK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以世界祷告 我们真的 真的不是假假的 是真心真意的 好像我们祷告要以心灵来祷告 有没有 所以这个心灵是看我们真的有爱世人吗 我们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吗 主耶稣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我们也应该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但是这个爱只有上帝知道是多少的爱 OK 所以听到圣灵说 路后心 OK 还有之前也有讲到一些东西 当时他前天的前天吧 有讲到 讲到什么 很忙 你很忙 还是什么 神知道说 为什么我的身体这样子 因为我非常的忙 而且晚上只睡了 三四个小时 差不多走了 那昨天看到字是 四年下 那四年算起来 真的是有四年了 每一天晚上只睡了两三个小时而已 真的有四年了 所以神都有纪律的 祂知道我们走过的路 所以其实下午的时候 神给我睡觉 睡了几个小时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脚比较有力了 而且我的眼睛也比较舒服了 那就是神这些时候跟我讲的就是说 Lily你很忙 你太忙了 Lily你不够睡觉 你不够休息 因为这是你必须要走过的 要不然你的工作就不完 这是一个时间带挑战 跟上帝在摔脚 所以你一定要走过 所以你胜利 胜利 你胜利 这是一个 怎样讲 神给我们的 致命 ok 就是揭命 所以一定要走过 好 走到今天 也谢谢在场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的努力 每一天都跟着我一起同行 而且每一天都有听信息 来欣赏上帝给我们的爱心 爱心 所以在场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努力走到最后 大家的心 上帝都有看到你们的心 你们的心是善良的 如果你的心今天不是善良的 而且是骄傲的 你没有可能跟我一起同行 没有可能 就好像一对夫妇 如果两个人都是走 opposite way 就是造反的 那就不可能走在一起 但是我们是同路人 所以我们走到今天 好不好 那讲到这边 今天就给大家看这个 听于牧师讲到 继续讲到圣灵 那前两天也是讲圣灵 那今天第三个也是讲到圣灵 那其实我有一个意象 我没有记下来 但是我有看到 就是一个女的 她的眼睛就横横的看着我 我说这不是邪灵吗 ok 这不是邪灵吗 那今天神就我们听 这个 上帝所示给我们的金庄 ok 那我就读一点点 以赴所书第六章第十节 最后保罗说 最后你们要靠着主 跟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上帝所示的 全副金庄 以便能够抵挡魔鬼的阴谋 ok 那接下来我就读十八节 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跟祈求 所以我们要以神的灵来祷告 那神的灵是神圣的 是真诚的 所以我们祷告是神圣 是真诚的 要充满着爱 没有仇恨 没有妒忌 没有各种不好的行为的 这种的祷告 就是真诚的 当然你要打倒这些魔鬼撒旦的作为 你要狠狠的打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打一个属灵的战争 所以要看你的战争 你是打那些不好的 你就要狠狠的打过去 如果是祷告人的话 你要有爱心来祷告 对不对 ok 那要警醒 不断的为众圣徒祷告 那是十八节 好 请大家多多欣赏 一幕是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靠着他 靠着圣灵呢 就有经历在属灵 藏争中的得胜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有经文 那我们听多了 ok 时间长了 这些话都在我们里面 而且我们的动作 行为 就是 你不知不觉当中 他就会发出来 因为已经在你里面了 神的话在你里面就形成一个能力 那圣灵就能够动工了 因为你跟圣灵配合嘛 对不对 还有主耶稣在你里面 你也跟主耶稣配合 配合就 就可以说 两个一起 叹 一下 就是配合 向前走 ok 如果我们是跟上帝造反的话 那神的话进去你没有好好的洗手 你做的事情是相反的话 那神就很难跟你合作了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 好 讲到这边 那今天这首歌 就是耶和华 是我的山寨 ok 就是我们的保护者 好 讲到这边 大家都多欣赏 荧幕时 跟大家分享 也注意经文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今天就尽量快快讲过 昨天看到意向是 差不多20个 就好像我刚才讲了 其实20多个 有些我真的很难记下来 因为 就是很难去形容 有些 好像看到邪灵的话 我也不想记录下来 因为怎样 我真的看到这些东西 我真 就是神给我们看到 是为什么 是要警告大家 而且就是配合今天的经文 好 大家继续努力 请大家看Jurnal Page一下 我们照常的根据 这几天里头看到的意向 听到的声音就是确定了 10月24号 25号 而且这两个数字呢 大家 我看到的就怎样 当时不是说 每一次你看到24 就是有这个红色的圆钱 没有 当时有红色的圆钱 在24好像有两次 然后20呢 20就有 也是两三次 当时要记得20 要将后面的四个黑天 就变成24了 那我们也一直看到21 有没有 21再加后面的四个黑天 也就25了 所以25呢 有看到蓝色 又看到青色的 好几次 那当然有各种的方式 在想每一次看到的意向 都不一样 虽然数字是一样 但是他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而且常常颜色也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 神是万能的神 要知道上帝的万能 知道上帝的能力 是超越人能够想象的 好 那也就是以色列的7月29 30 那7月 以色列的7月是有到30天 华人是9月 那是9月直到29 所以9月29 当时 东方是 10月25号的时候 华人的日历 就是10月1号 所以之前 好像是一个月前 我们不是有看到一个10吗 下面写着1 就是10月初1 东方回家的一天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 底端那边也写了 那是 那 那 以色列的7月1号 而后呢 就是庆祝这个 叫做 祝盆节 不是不是 是庆祝那个 催浩节 催浩节 当时开始的盘晚 就是一路 那就是星期日 也是我们用的之类 9月25号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 赎罪日 赎罪日呢 就是要 第10天 当时第9天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上帝说 在第9号那一天 庆晚就开始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祝盆节 祝盆节呢 就是那个赎罪节 四天 OK 第14天之后 就可以说第5天 就进入了这个 祝盆节 祝盆节庆祝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当时在第8天的时候 他们又有一个安息子 就特别的大庆祝了 第一天跟第8天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也是为什么 我们有一直看到 一巴一巴 有没有 所以呢 回家呢 是又再加一个星期 就是回家的时间了 所以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三个十字架 就是30号 也就是华人 华人是到第30天 当时第30天 也是10月1号 那以色列人是30号 有没有 好 大家继续努力 那请看第一 OK 我已经刚才讲了 就是神说 所以你能够看得到 之前就听到圣灵说 路后心 OK 就是你的心肠是好的 所以上帝很喜悦 所以我们都一样 好不好 我讲过了 如果不一样 没有可能你今天会跟我一起 走在这一条路上 有没有 还有一个 就接下来 是我旁边有画 之前看到楼上的灯 就好像我们楼上的灯这样 那厨房那边 就好多个灯 好像最少有七个 七个那时候是黄色的灯 是深黄色 也是orange颜色 有七个 当然我们不知道 那时候认为说 剩下七天 还是七个星期 还是七 不是 那个七就是代表 Tistory 就是以色列的七月 那之后就看到五立灯而已 五立灯可以讲说25号 对不对 刚才是昨天 就是几个小时前 就看到两立灯 是白色的灯 那白色的灯呢 只剩下两个 只有两个出现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or就是代表回家 圣洁的 可以回家 因为是白色的 白色就讲圣洁的 可以回家 还有一个就是说 是不是说我们只剩下两个月了 前天听到声音是讲说 好像我有没有跟大家讲 前天是听到声音说 我们在哪里了 ok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现场了 所以有平安了 我们有平安了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现场的 所以在现场的话 可以说我们只剩下两个月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 那通常就是讲到两个月 好 接下来呢 是看到一个长方形 红色的长方形 里面写着三个字 红色的 红色的 要有爱的 所以红色是代表爱 而且写着 爱我国 这个国呢 是简写的国 我看的一清二楚 那什么意思呢 字非常漂亮 好像printer printer来的 好 那就是上帝说 谁爱神的国的话 那上帝的国是什么 就是天国 就是主耶稣的天国 对不对 就是神说如果你爱我的国度 上帝说 不是莉莉说 上帝说如果你爱我的国度 上帝说我们如果爱上帝的国度的话 那就是有爱了 因为我们关于上帝的事 就好像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 莉莉啊 你每一天讲到世界发生的事情 你这么一天 每一天都在烦恼 都在emotional 有些人家很喜欢用emotional 哎呀 你为世界祷告 你为什么要哭啊 你为什么这么emotional啊 不是emotional 如果我们真的为世界祷告 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话 你看到世界发生的事 你就很痛苦 非常痛苦 而且光信他们 因为也要他们每一个人得到这个救恩 那小孩子 baby们更不要他们受到痛苦 有没有 这我相信都是大家的心 也是我的心 我的心就是这样 所以我只能够跟你讲 我的心是怎样的 因为上帝看透我们的心 好讲到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我上面会给大家 先过去一个就是我从true news里面 造出来 现在大家知道 好很多个国家都在旱灾当中 哪一个国家只有九七 什么九七 就是这个瘦的七个头的国家 就是Giant 7 就是G7 那G7里头有哪一个国家 OK 美国旱灾 英国旱灾 美国这么大 不是说全部都旱灾 已经到一半是旱灾了 美国旱灾 英国旱灾 OK 你可以自己找出来 其实我很想给你们看照片 但是太多的话 我很怕很多 我们当中说莉莉亚我的data只有这么多 你sang这么多来 我其实是有人在complain我 其实呢 怎样讲 那个人也是 他没有真正去听 因为他对华语不是很懂 那他又要接收我的 OK 所以我就叫我的只儿把它delete 我另外sang给他 每一天sang那些英语的给他 所以 怎样讲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美国 英国 还有德国 德国也是 旱灾非常厉害 还有什么法国 这G7的 旱灾 非常的厉害 意大利 旱灾 非常厉害 还有那个国家 当然 EU里头 就有这边那边都有旱灾了 那他不是G7里面 G7如果讲到七个大国家 就是刚才讲的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还有一个日本 OK 日本也在内 日本了之后 加拿大 加拿大 OK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 都是谎言一大堆的 那加拿大这边当然也有 但是还没有像这些其他国家 这么厉害 OK 那日本呢 我相信日本也有很多问题 我没有去听 但是我只知道 这些欧洲的国家 尤其这几个国家 非常汉灾 非常厉害 所以神说 神判从神的家开始 有没有 好 讲到这边 请大家看 所以圣经里头的话 每一句都是真实的 但是要记得 神跟我们讲过 那是2020 我还没有来之前 OK 是2020多少年 2020 2009年 或者是2010年 2011年 这样 神跟我讲说 欲言是用来祷告的 所以启示录里头 所讲的这些 我们多多祷告 很有可能 很多都减低了 很多会发生 很常人的事情 但是会减少 我们也希望真的 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得到救恩 希望这些事情不会这么厉害 好不好 所以求神 也希望这些痛苦都挪掉 毕竟我们要走的一定要先走 整个世界一定要醒来 希望那时候的人 希望那时候的人很谦卑的来到主灭 主就把这个魔鬼撒旁 要做的事情就把它除掉 OK 那你说 Lily啊 那这样的话 我就不要先 我不要先背体 我留下来 反正上帝会把他挪掉 要记得我讲的话 不是这样 你如果真的爱上帝 你的心一定是仰望着进天国 因为只有爱上帝的人 真的才是爱天国的 所以爱天国的才有真爱 才能够进入天国 有没有 所以呢 我们当中没有这么纯的吧 有这么纯的也没办法了 好不好 已经走到今天了 OK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看他的笔画 爱我国 他的笔画有多少 是13 7 8 加起来是28 那时间是6点28 也就是28号哪一天 我们29回家 对不对 是以色列的29上司 那28号哪一天 前一天大概 我们有从神而来的 很大的奇迹了 是不是给我们看看 一清二楚 而且不一定 我们当中很多人 都会听到号角声 有没有 很有可能 所以这边是讲到 希勒 28号希勒了 第二天29回家 上司回家 好 接下来 看到 爱 持人 其实可以说 是从东走到西 那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华语的之前 本来原本是从东方到西方 而不是从西方到东方 对不对 就是人持爱 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 要充满着善良 人持就是 kindness 善良 慈悲 要有怜悲的心 所以就是 人持爱 也要充满着爱 所以一个是 kindness mercifulness ok 还有一个就是love 就是善良的意思 就是好心 好 接下来 是看到一个白色的小网 是plastic 这样 在楼上 我们家里有一个 然后呢 看进去里面 没有东西 但是 是有一点灰色 这样 就是代表我们的标杆 然后它是在商点的单位 就是商 就是wala wala 进入标杆了 ok 接下来 是看到一个白棚子 然后里头有那个cherry cherry叫做樱桃吧 ok 樱桃 中间一粒 旁边我尽量去算 好像是九粒 那一粒再加九粒 就是十粒 也就是讲我们十月回家 然后接下来 是看到大孙子 小孙子之前也有用 现在他用的是另外一种 ok 是狼色的水壶 这个狼色 狼色就代表回天国 天国 然后 有一张纸 是四方形的纸 记得主耶稣的座位 好像半年前看到 主耶稣的座位 楼上我们 主耶稣的座位 那有一张纸在他的座位 哪一端 然后之后也有看到 那张纸掉在地上 那掉在地上 当然是说能够看得到 给莉莉能够看得到 如果在桌上 我也不能够偷看 对不对 ok 要尊敬主耶稣 他给你看你才看 不可以说 上帝你没有给我 我要这边看 那边看 就好像偷偷摸摸 干什么 对不对 上帝都要我们诚实的 来到他面前 主啊 求你给我看得到 那这张纸掉在地上 使我想到什么 就是神给我们的东西 ok 我们 就像一只狗这样 ok 我们是应该要很谦卑的 要卑微的 来接受 主给我们的东西 叫上主 吃掉 剩下的 面包坑 掉在地上 我们都要拿起来吃 有没有 有没有 ok 所以呢 就是神给我们的东西 所以他就是用那些 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来给我们 当然我们当中说 莉莉啊 如果上帝给了 给你金的话 金片的话 那我才相信 那你这种人就很难搞了 圣经讲的一清而楚 我们一定很谦卑的 所以 就是 就是 那个 面包碎 掉在地上 你都要拿起来吃 才是谦卑 有没有 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 好 所以 在接下来 所以不要认为说 上帝你一定要给我金银 我才相信 如果莉莉没有给我看到金银 我为什么要看那些 一点点小子 一点的 cheap peas ok 阴嘴痘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marker这边画 那边画 其实我 刚才发现到 我翻笔的那个 一个摆设玻璃碗里头 真的有主耶稣画很多东西 在那边圣灵 也有看到食伤 也有看到伤 还有很多很多 我在想说 我这个杯子也不去好好 麻麻加加加 就是说 没有去洗它 变成有点模糊 但是要去看得很清楚 也会看到主在写很多 就是整个 差不多整个 整个大大的杯子 都满了上帝在写的字 那我就很欣赏 对不对 上帝给我的字 就是上帝跟我的关系 我们 他给我 就是说 神给我们的字 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有没有 上帝 我家里的东西 你都可以画 你都可以写 因为你的每一笔 每一画 都是爱 有没有 你有没有 如果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这边写 那边写 对你是爱 你会不会开心 当然开心 所以我们的上帝 跟我们讲到他的爱 当然开心 接下来 四年下 四年下 是几话 刚才的爱 持人 就是人持爱 是几话 十三十三加加四 就是上十 上十也是 以色列的七 上十回家 那接下来是四年下 四就是四 年是六话 下就是三话 OK 就是四加六等于十 就是十月 就乐了 十月就完了 就十月回家 好 接下来有看到 二 二是一个 一个长方形这样 其实 就好像一个救恩这样 就是讲说一点点时间了 只有两个月 那后来在二 在意义上的底端也有二 然后也有写作三 就是说 还剩下二 两个月就完了 回家了 所以一个可以代表月份 一个是代表回家 好 接下来是刚才面团 OK 就有个面团 然后它切成两磅 OK Half 然后一个是很近 一个是比较远 所以就是说 只剩下两个月了 那今天应 昨天是六十七天 今天应该是六十六天 是不是一个面团 代表三十三呢 也有可能 就是说代表两个月 好不好 那接下来 代表两个月的话 也到了阿巴夫的哪一天了 10月10号 10月10号 差不多是这样 好 接下来是看到一个白色的庞子 里面有很多 叫做什么 Easter egg叫做什么 Easter egg叫做什么 万计去找 Easter egg就是 受难节复活节 复活档吧 OK 巧克力的 那一粒一粒排得很漂亮 在那个庞子里面 我再算了 我看差不多有三十粒这样 那三十就是讲到什么呢 它偏向东方 有没有看到我画的 对不起 我没有画成偏向东方 OK 差不多有一点三个东方 OK 差不多三十粒 所以就是讲到七月三十号 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这是讲到最后一个月 十月 好 接下来 如果你看时间 九点四十八 OK 四加八点十二 十二也是十 那华人也就是九月底 九月完了 然后上面你看都有七七七 有没有 第十有七 然后第八有七 然后第一那边也有七 就是刚才的时候 一直出来的时间 后面是七的 好 接下来是看到我的小孙子 他在 你知道你去大海边 你看着海的话 他们通常有一个 Cement做的 那个Concrete做的一个Border line 这样 就是不要人家掉进去 你可以站在那边看海 这样 他就是看着海 OK 站在那边 等候主耶稣来 然后他的手呢 是拿着一样东西 我忘记注意手上的那样东西 是有颜色的吗 我忘记了 OK 但是他手上毕竟有拿着东西 就是信心爱心一旁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这些是真实的话 而且也是成就了圣经里头 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这一大青人是结麻的人 我们是被选的 做这最后的事工 我们只能够一切荣耀归于主 是因为他的恩典 他的爱 阿们 我们就能够一切荣耀归于主 我们就能够一切荣耀归于主